川普動作頻頻開始內清門戶 美將軍美中若印太開戰此舉是關鍵 高增益術中共三百多枚炮彈轟炸拉薩 美國坎薩斯州幾百人目擊UFO飛過 方話多了川邦 李克強再說大實話打脸習近平 美國前總統川普遲CFED大會後馬不停蹄 對內開始清理未以上的共和黨人 對外則力了民主黨HR1選舉改革法案 依在為共和黨未來勝選鋪路 截至3月11日川普已發表聲明支持11名共和黨候選人競選 除公開支持多位參選2022年中期選舉的共和黨人 川普同時開始清理門戶阻止一些未以上的共和黨人繼續任職 首當其衝的應該就是參與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等 川普在2月就曾發表聲明譴責麥康奈爾 而麥康奈爾日前亦傳出政策或選擇接班人 此外川普亦將親父阿拉斯加州參加活動 力了不忠的聯邦參議員 穆爾科斯基在2022年競選連任 川普還考慮在2022年的選舉中切換喬治亞州州長欽普 因為欽普不願配合驗證2020年大選 川普的發言人兼顧問傑森米勒透露 川普認為擊敗戰場州米歇根州、威斯康星州 和奈華達州的民主黨州長 以及贏得賓州州長席位亦自關重要 川普稍早向3個主要共和黨組織發出通牒 要求停止使用他的名字和肖像籌款 他說 不要再將錢給名義上的共和黨人 他們什麼都不會做 只會傷害共和黨和我們強大的投票基礎 另一方面 針對民主黨最近力推的選舉改革法案 川普清旗違憲並警告共和黨人 必須阻止法案獲得通過 3月初 民主黨掌控的眾議院通過了《衛料人民法案》 所有共和黨人都投了反對票 米勒傳書川普的話說 媒體可能忘記了2020年發生的事情 但我沒有 我們不會忘記發生了什麼 我們必須阻止這項法案 民主黨人士HR1法案為首要立法優先事項 將保護和擴大投票權 恢復政府的念證 並將美國人民的需求和優先事項置於特殊利益之上 在剛剛結束的中共人大上 習近平敦足大力發展中共軍事和做好戰鬥準備 日經亞洲評論3月11日報導 美國陸軍未來司令部下一代作戰車輛 跨功能小組主任查理德科夫曼少將 在週三的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網絡研討會上說 中共將使用戰袋中的每個箭頭 他警告說這是美國面臨的緊迫威脅 科夫曼指出美國軍方的印度太平洋司令部 負責範圍佔地27億平方公里 區域人口佔世界人口的50% 他警告說與中共的衝突不僅僅是海戰 陸戰亦將是決定性的 科夫曼說如果你想要佔據土地 如果你想要保持土地 如果你想要清理土地 就需要地面作戰要素 這個不僅僅與坦克有關 儘管中共有大量的坦克 7,000輛坦克和3,000輛步兵戰車 如果我們不在那裡 1萬輛戰車將是決定性的 為了具有決定性 我們的人必須裝備裝甲 防止中共將獲得相關優勢 波夫曼說 任何相信中共在衝突中自我限制的看法 都是短視的 我們的緊迫威脅並不在歐洲 而在亞洲 而這種緊迫威脅正是現代化的中共 他還說 以前中共是一個區域性威脅 現在他們正在與我們在全球範圍內競爭 他說中共在整個外交、信息、軍事和經濟領域 一年365天 每週七日 每日24小時 動用整個政府的力量 他們會在全球範圍內競爭 那麼在衝突中 你們可以相信 他們將在全球範圍內戰鬥 3月10日晚 在台藏人福利會、西藏青年會、台灣分會 在台灣自由廣場舉行310西藏和平抗暴62週年 世界和平祈福點燈法會 西藏和印度的介爾登寺主持 十一世介爾登人波切 透過翻譯講述62年前 他親眼目睹中共軍隊向西藏首府拉薩發射300枚炮彈 報紙也有記載 中共一張地圖 上面已經畫好炮彈要打的位置 他揭露 當時中共的計劃 是要將整個拉薩毀掉 藏人被迫 與中共簽訂17條協議 中共威脅如果不簽字 就摧毀拉薩 槍口就對著增重 對著拉薩 炮彈好像雨一樣射向諾布林卡宮 參加這次紀念活動的台灣時代力量立委 邱顯智華 300枚炮彈轟炸拉薩 這是多麼恐怖的一件事 對抗暴政就是不要遺忘 只要永遠記得 相信有一天暴政必亡 民進黨立委范雲表示 1950年西藏和中共簽署17條協議 但簽署協議後 中共軍隊進入西藏後 抹羞西藏的宗教自由 甚至堵毀非常多的佛治 西藏人抗暴的歷史 可以讓人們真正了解中共暴政的本質 以及中共承諾的和平協議不可相信 3月4日 美國坎薩斯州最大的城市 威奇托大約有幾百人 拍到UFO畫面 並在社交媒體上分享 引起網民的熱議 目擊者大都認為 他們看到的快速移動的物體是UFO 但也有人認為 那個只是一架軍機 或者是一架無人機 個別人還認為 那是一個巨大的廣告橫幅 當地居民馬勒 告訴KKKE電視台 他在4月5飯後 在家裡開車去工作 在路上看到天空中有明亮的物體 他說 這個令人驚訝 因為我們住在威奇托 我們經常看到飛機 我們就住在機場附近 但他肯定是不一樣的 在接獲民眾的大量電話和訊息後 該電視台派出記者希金斯 前往調查 他搭乘小飛機在市區上空盤船 但沒有看到任何奇特的物體 而機場的搭台 也沒有察覺異狀 此外3月1日晚上 也有民眾說 在拉斯維加斯看到大型的UFO 隨後在社交媒體上 分享他們所拍的短片 短片顯示 拉斯維加斯的夜空 有多個燈在這裡閃上 沒過多久 燈光就逐一燒身 2020年兩會 李克強脫口移出 6億人月收入千元的大實話 今年兩會李克強有意無意的實話 又令中共高層尷尬 關於就業 收入以及消費需求等問題 李克強沒有直接回答 他舉了一個例子 說疫情後他到地方考察 有一個小店 店主說3個月沒有營業 因為政府補貼資金到位 所以他們可以給員工發生活費 公食公住 沒有裁員 外界認為李克強應該是想證明 中共補貼了企業 不過 他沒有透露員工得到多少生活費 而這個例子 到底算就業還是失業呢 李克強還稱看到不少這樣的店舖 既然如此 GDP增長2.3% 從何而來 李克強還說2020年 實現了城鎮新增就業 大量農民工失業 根本無法挽回 李克強稱 今年確定新增城鎮就業的目標 是1100萬人以上 還解釋 現在中國的靈活就業 正在興起 已經涉及到2億多人 有些人一人打幾份工 這等於再次變相證明 中國差不多就有2億多人處於失業狀態 2020年GDP增長2.3%是虛的 2021年又如何增長6% 可見李克強在記者會上難得露面一次 又說了些實話 一個不小心就將習近平的腦底揭了 兩會也在中共高層的再次尷尬中收場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14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